大家好,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的咖啡沖煮攻略 今天是我們的露營篇第三集 上次我們跟大家聊了 用手沖和掛耳外帶來做黑咖啡 那我們今天做第三集就是 我死也要在露營區喝拿鐵 這種很麻煩的需求 我們還是要一次搞定 如果別人都值得喝黑咖啡 喝拿鐵就是比較屌一點 所以我們今天選擇了一些 露營方便攜帶但是可以做拿鐵的器材 包括第一個是STAR RESO STAR RESO其實是可以攜帶裡面 濃度可以做到最高的一個器材 然後第二部分就是這個奶泡壺 奶泡壺呢原因是因為 當然市面上有些奶泡棒 但奶泡棒在攜帶過程之中 那個棒只能一歪掉 歪掉也就打不出奶泡了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用這種比較傳統 但是它的耐用度是最好的奶泡壺來使用 接下來我們就會來示範我們怎麼樣來做拿鐵 那我們首先我們的牛奶可以先讓它加熱 大約在60度左右 60度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拿起來的時候摸這邊 有一點點摸一下就沒辦法 沒辦法再摸下去的時候呢 就是一下就很燙的時候就可以了 不用打到滾 滾的話呢會奶泡會有點粗 就這樣有點燙 就是大概是60度了 我們可以先讓它加熱一下 OK 那現在STAR RESO的部分其實很簡單 那這是它的粉槽 那咖啡粉呢 就按照這個粉槽的容量大小就可以了 OK 所以你就用這個 這個粉盒 裝大約 剛好滿的 這個量 就可以了 然後呢 研磨度呢 磨細一點沒關係 像我平常手沖呢 大概是22 但我今天大概用15 15 13左右 用比較細一點點的 的 的研磨度 好 OK 那我們就磨好了 然後呢 摸好以後呢 直接把我們的 所有的粉呢 全部倒到我們的粉盒裡面 就這樣子 然後倒過來 稍微搖晃一下 好慢慢的 讓它起來 OK 可以看到嗎 所有的粉呢 都會進到我的粉盒裡面 然後稍微稍微 用你的手呢 輕輕的拍 輕輕的讓你的粉呢 塞到粉盒裡面就可以了 那也不用太緊張 大概就好了 因為這個StarRaison呢 這個器材它其實 對部分要求很低 好就這樣輕輕拍 讓粉呢都塞進去 平面就可以了 OK 就這樣 平平的就可以了 然後呢 放進去 轉 轉進機身 好 然後呢 任何容器都可以 大約60cc左右 好 那我們的水已經滾了 然後呢 直接倒水 倒到八分盤就可以了 好 滾水是最好啦 大概是95度到100度 然後把我的這個 幫浦 放上去 然後這樣就完成準備了 好 然後就開始壓了 好 先壓大概12下左右 其實你壓的時候呢 會發覺說你的那個 你的StarRaison有點緊緊的 不好壓的時候呢 就代表說 他的差不多了 很緊了 壓不太住 就代表他壓力已經吃到粉裡面了 再等個10秒鐘左右 不用太急 等個10秒15秒都沒關係 讓你的粉呢 吃水吃的更更均勻一點 OK 然後就可以開始壓了 可以看到齁 其實大概每一秒壓一下 你看到 明顯的油脂就會被擠出來了 然後這個在露營區呢 能擠出這個齁 相信我就只有你這一家了 一般都是正常的手沖 但是能擠出這種濃濃的Creamer的 一定要用這種手牙儀式機 然後這種濃度呢 做拿鐵才會真的好喝 大概60cc左右 OK好 然後接下來呢 就可以看到 厚厚的一層Creamer OK 這個就是做拿鐵才是好喝的 厚度 濃度才會夠 然後呢 好 找一個杯子呢 先把你的濃縮 倒進去 欸 這是你的基底 好 我們先放著 然後呢 剛剛我們牛奶已經大概打到60度了 有點熱熱的 這樣摸下去 有點燙燙的 不會超級燙 不是摸下去完全受不了 這就不行 摸下去有點燙燙的 欸 一秒鐘可以了 然後呢 用這個 放進去 然後呢 輕輕的就好了 不要緊張 打到水面上 感覺起來那個 你邊打的時候 你會覺得 欸 牛奶的衣面 越來越膨了 會一直 往上 變膨膨的 然後 越打他 好像分量越多 就對了 越打分量越多 然後就這樣齁 大約個20秒到30秒 很簡單 也沒什麼技術啦 就是這樣 越打越膨 OK 好 然後呢 差不多這樣 可以看到 好 奶泡就打好了 OK好 那我們稍微這樣搖晃一下 不用打太久啦 搖晃一下 然後 整個倒進去 OK 這個就是 能夠比別人厲害一點的地方 就是別人在營區喝手持 我們在營區就是喝拿鐵 OK 所以這樣子呢 就是濃度夠 然後呢 奶泡的品質也是OK的 OK 那我們來喝喝看 非常爽快 濃度也很對 這個是目前在營區裡面呢 比較簡單 而且呢 很容易成功的一種方案囉 OK 那我們今天的 在營區裡面的第三part 就是在營區做拿鐵呢 就已經完成了 那 如果各位有其他的需求的話呢 可以在底下留言喔 希望會幫大家想出各式各樣 在營區裡面做 各種咖啡的方式喔 好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超級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會不會是 你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